一边点火让热气球稍稍往上提升高度 工作人员手拉着绳索 拼了命的要把它往岸边拖 飞行员发挥专业技术加上工作人员帮忙 让腾兰慢慢沿着缺口拉到河床的平坦处 确保热气球平稳上升 最后终于脱困 当时也有导游目睹这一刻 瞬间的突然间降落了 然后我们以为它是有点点就是机器 还是人为操作上的异常 降落点由飞行员来找最适合的 那可能当时的风向的因素 风向的因素 一叫把它吹到那边去 县政府官吕出说 因为热气球并没有固定的飞行路线 只能控制升空跟降落 要往哪出飞得靠风向的判断 要是有降落需求 只要是宽阔的场域 不管是马路农田或是河床都能是选项 自由飞行师也会有一组地勤人员待命协助 务必确保整个飞行旅程都平稳安全